江子牙 商周头号垂到爱好者 封身演绎给的C为康 那这历史上的江子牙是咋样的呢 这江子牙又叫江少 山东人 出生于贵族世家 是炎帝神农士的后裔 江子牙的前半生平平无奇 甚至还有点可怜 小日子过得贼穷 还在勤工俭学 卖酒卖肉啥都干呢 也曾给咒王打过功 但看咒王不靠谱 迟早得完 赶紧辞职 据说就在辞职后 江子牙在陕西渭水边钓鱼 遇见了文王鸡昌 文王一看 哦吼 直勾掉以后 不是装逼就是人才 赶紧跟江子牙干柴烈火 一拍即合 商量着要把咒王给弄下来 Anyway 想弄人肯定是藏不住的 咒王看着咒一天天野蛮发育 早已不早 就把文王挂了起来 老板被抓了 江子牙和几个同事呢 是四处伤了奇珍异宝大美女 然后嘎嘣一声放在咒王面前 要熟人 宝物的诱惑再加上诸侯压力 江子牙终于成功营救文王 接着就被封为了大将 号称大师 帮文王灭灭小国家 搞写伤之战 后来文王死了 江子牙就继续帮他儿子武王 还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武王成了国障 当然也有人说是妹妹 一番战斗 这江子牙终于帮周一人灭了伤 然后被封为了齐王 国立齐国 江子牙不但打仗厉害 治国也有一套啊 齐国被他整成了发达国家 没有他的力经组治 之后的齐宽公小白 也不能美滋滋的 做了春秋五霸之首 这江子牙的命也实在是长 文王挂了他没挂 武王挂了他也没挂 武王的儿子挂了他还没挂 死死撑到了第四代 那真是流水的天子铁打的江太公 是响当当的四朝元老 那真是流水的天子铁打的江太公